先介绍你关心到电风人文的故事 北山咖啡龙丹峰林在2009年到2011年 连三年参加到台湾 整片咖啡豆的比赛都拿下在顶中 但是下降年来的丹峰林 并没有因素更大到经营的规模 等到是专心照顾咖啡屏 并花了很多时间来挑战 每一粒的咖啡豆 坚持的精神效能感受到增加人的迫事 来到咖啡龙丹峰林的处来 某某得将的白变是观摩整处境 虽然得将年人 但丹峰林每天也是像这样一样 座材的门口店最小挑战每一粒咖啡豆 因为他说这是维持咖啡品质的关键 消失桌如果减掉 台湾外国的地方如果有点插得下去 口音更重或是不减掉消失桌经典 可能会有点心计 我们台湾的东西比赛新鲜 所以喝了应该都不会有心计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把消失桌剪掉 到里面读书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像这样要将派的咖啡豆算出来 一个人一天最多可以算十多斤 而且该经过三百以上的挑战 是非常的浪贯 但可以感受出来 丹峰林并没有因为地匠 来扣大经营的模式 它是选择全身照顾咖啡层 来维持每年的三両和平均 一天斤没有二十斤吗 一天斤没有二十公斤 就慢慢煎嘛 煎干净嘛 品质比较重要 丹峰林在进咖啡15年 原本只是单纯 想要回到国庄发展 而来发家三区不是进冰冷 就是地区 散热是需要来专行 才会来开始在进咖啡 你在梅山太平 虽然有幽量的气候 但是也是有狗生 会来偷摆咖啡豆 是给它非常头疼 我们这边可能就 米猴比较多 有时候一群三四十只来 就两三个小时 就把你的咖啡 都召叉跳 说真的还蛮困难的 对 丹峰林的咖啡 向国医者的冰冷笑咖 一说 真咖啡没什么特别的技咖 就是要转身来管理 保持品质高兴用 做到他们的重心的主角 世纪新闻 丹克欢美山兄 蔡凡博德